尤其在最後的這一關 不像四道超商 超商他們不是認可 然後你要自己去預約 那尤其這一關 他有很多的作業上的流程 那不但擔心的是人 就是瞬間的人潮太多 也擔心什麼呢 也擔心就是民眾的情緒 還有擔心我們的系統當機 就是更是系統當機 這個無解怎麼辦 放乖乖在電腦上面都不要當機 第一天的時候也是出過狀況 所以你們現在 有經過這個壓力測試了嗎 演練都有演練 但是事實上要明天才知道 所以大家今天大概不會睡得太好 尤其是自動 不行不行 拜託你們真的好辛苦 一定要睡好好不好 不然明天一場硬仗 那我想請教 這個發言人再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預想過 就是一間郵局 大概平均一天可能會來多 你們現在沒有限量對不對 就來多少就服務多少 現在是他有限量 你們郵局有限量 他一定要限量 因為如果萬一來的人潮太多 你的券 我那個券是有加重要的 那你們現在一天限多少人 限多少人 要看郵局的大小 從多少到多少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的 因為是每一個局能夠承載 所以郵局也限量耶 因為超商限量了 經濟部說超商 安全考量限量 郵局也限量 那我就看你要領多就領得完 不是限量 一次分的全部都給你 他是可能是入日區型的配花 就跟那個口罩是一樣的 口罩也是入日區型配花啦 要不然你這個局光蹲 光蹲那裡就不好